更新話題來看到有民眾分享 兒子從學校帶回了 營養午餐發的水果 一整顆沒切的白香果 就好奇問大家 這小朋友在學校到底要怎麼吃 結果就有一票家長回應 也曾經有人帶整顆 還帶毛帶皮的奇異果 不過也有人加碼PO出來 小朋友吃柳丁突發奇想 在表皮挖個洞 插了吸管疫苗 變成柳丁之 也被戲稱 這從小就來培養荒島的求生能力 另外來看看國際研究機構 又公布了明年2022 美國大學的排行榜 哈佛大學已經連續5年排名第一 大家也發現前幾名的名單 其實變動不大 部分原因是這些學校 真的財力雄厚 比較能應對疫情所導致的收入下降 而最新排行榜 第二到第五名依據是史丹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 耶魯大學和杜克大學 這四所學校去年也都排在美國的前5名 再來關心台灣疫情趨緩之後 不少餐廳內用現在依照規定還是要放置隔板 不過路邊攤在戶外應該怎麼做 民眾就拍下這個有趣的照片 雖然這個攤販還是非常的守法 在每張的桌子中間架上了隔板 但是跟一般的這個透明隔板不太一樣 用了黑色的板子 不少人說看起來其實蠻像過去的網咖 非常懷舊 再來看到疫情趨緩之後 婚宴現在也有條件 有機會要放寬 但是在高雄這一家有名的飯店 卻在這個時候傳出了歇業 甚至有新人本來都預定今年5月要宴客 因為疫情被迫延期 但是卻接到了飯店通吃 要求他們去刷退 因為飯店從9月下旬開始就不對外營業 甚至要資遣員工也遭到勞工局質疑 違反規定的話 如果屬實最高可以開罰50萬元 我還準備要加菜 葉媽媽拿出小兒子的婚紗罩 原本今年的5月15號要洗開40桌 婚宴地點就選在高雄的海保飯店 但是疫情讓婚宴被迫取消 現在好不容易等到了疫情趨緩 辦理婚宴的條件有機會放寬 但是葉媽媽卻在上個禮拜 接到了飯店的電話 拿出退刷單 當初付了5萬元 現在飯店一毛不少都還了 這間海保大飯店在高雄已經營業了16年 主打港式飲茶和大型的宴會廳 政商名流常常在這裡辦活動 拜託大家 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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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有名人加持 但是飯店撐不過這一波疫情 6月到8月向勞工局通報要減班 休無薪假 直到9月22號主管突然向內部宣布要歇業 隔天大多員工都不用再上班 只留少數人處理客戶的退款 飯店已經完全沒有對外營業 員工最後上班日 目前定在10月2號 而海保飯店主管不願受訪 勞工局將會針對解雇員工的部分進行調查 之前有30位的員工 可能涉及了大量解雇勞工保護法 沒有在大量解雇之前的60天向我們報備確認違反的話 可以採除它10萬到50萬 眼看已經逐步解封 但是曾經風光一時的海保飯店卻可能就要走入歷史 三連新聞朱瑋達 何振鋒 高雄報導